其實除了要有充足的睡眠之外 貪美的你可能都會忽視了一些平日的護理 所以這次就會跟大家分享我9個的daily beauty tips 在我們的睡房裡面放一個空氣的加濕器 這樣就可以不怕在這些乾燥的秋冬天的時候 我們的皮膚會dry上加dry 由於在我們睡覺的時候 臉除了會出油之外 也有機會碰到很多沉滿 所以每天早上的洗臉步驟都不可以抹膚 早上我就會用一些沒有那麼乾的cleanse milk 或者gel去洗臉 現在踏入了秋冬天 我都會建議大家可以轉用一些 像這些安平的產品 我通常日後就會用到這支玻尿酸原液 除了可以做到補水和緊緻皮膚之外 它也可以幫我鎮靜皮膚 因為在這些天氣皮膚就最容易敏感 它也有另一個用法 就是可以自製一支 toner 只需要將2ml的原液 加上10ml的淨水 我通常都會用過濾水 然後將它們倒在同一個瓶瓶裡 然後將它們搖勻 混合起來 就可以用來做 toner 用的時候 我會將這個 toner沾上臉上 然後推開去塗勻 之後再用掌心的熱力按壓開 這樣按一會就可以再塗自己的護膚用品 除了面部護理之外 我們的手手腳腳都一定要保濕 而我自己日夜用的霜霜都會不一樣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早上用的霜霜 我建議大家早上出家 都可以用一些加入了UV的身體霜 不用再另外擦防曬之外 也可以幫皮膚做好保濕 晚上我會用到一些比較滋潤的身體霜 其實特別累的日子 我都會幫它按摩一下 若然你跟我一樣 都是經常穿蟹 都很容易會磨到後肘的位置的話 塗霜霜的時候 你就記得幫它按摩一下 話說對於我來說 Full Mask的最佳時間 就是沖完熱水涼之後 除了可以令到我們的新陳代謝快點之外 亦都可以令到毛孔擴張 幫助到面膜的吸收 秋冬天一定要用一些有大量保濕精華的面膜 而我現在用的面膜 裡面就有羊胎盆素成份 以及有多種植物提取物 它可以幫我們的皮膚提供營養之外 亦都可以有效地平衡水油 就可以解決毛孔擴張的問題 以及能夠緊治我們的皮膚 晚上我就會用羊胎素原液 大家應該都知道 其實它有很多功效 除了可以令到皮膚恢伏光澤 彈性 抗氧化等等之外 其實它都可以促進肌膚的新陳代謝 加速到皮膚的根深 所以每晚我在用其他精華和霜霜之前 都一定會先用羊胎素原液去打底 用法也是把它全面塗均勻 之後我的模特兒直接吸收了就可以了 其實不單是秋冬天 其實我們的指甲周邊 經常都會出現刀刺的問題 由於有刀刺的時候 單單用手霜霜是不夠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學我 平常都可以用椰子油 塗在甲邊的位置 或者在一些紋理的位置 幫它做按摩 除了可以舒緩我們對手之外 也沒有那麼容易再刀刺 我想跟我一樣 劈陰都是很長的朋友 你們都會習慣把它摘起來 然後去睡覺 但其實這樣會一直都拉扯 我們的頭皮 令它放鬆不了 所以都是最好幫頭皮按摩一下 之後就不要摘起來 就直接去睡覺了 如果你喜歡頭髮 有些自然一點的wave 但又想幫第二天 節省時間的話 你也可以幫自己在臨睡前 摘兩至四條的泵邊仔 但是記得近頭皮的位置 也不要擠得太大力 這樣摘著去睡覺的話 第二天頭髮就會有很自然的眉曲 這個方法是萬事萬寧的 我從小學到現在也是這樣 如果大家也喜歡我這次的分享 記得按個讚這條影片 Good night